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眠 体重一下子少了5公斤 系治疗方案采用激素 我知道激素有副作用 就选择中医治疗 吃了很多中药 高药滋补不但没什么效果 反而品味越来越差 更年期症状也没改善 后面接触到素食养生 用大豆制品替代激素疗法 高年期症状有很大改善 脾胃也调好了 体重也胀了2公斤左右 但是月经还是没回来 身体感觉寒凉 鼻腔晚上干燥 早上起来就打喷嚏 留清体 这个鼻腔晚上干燥 早上起来就打喷嚏 留清体的症状 是从绝经前就开始的 素食一年以来也没有改善 医生诊诊诊断为过敏性鼻炎 我自己猜测是气血不足 热能不足 偶然一次在非药而育 邀请的患者直播里 了解到原始点医学 帮他恢复了气血 所以我开始关注 目前初步学习了解了一下 现在每天早上有喝姜枣汤 温补 不敢喝多了 怕上火 早上有跑步 瑜伽进行锻炼 但心里还是没有明确的方向 也不确定是否能治疗这个早更的病症 月经是否可以正常回来 现在每天不吃大豆制品 就会有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 潮热 倒汗 失眠 所以 写信请求帮助 我该如何运用原始点医学来治疗我这个病 谢谢 忘回复 新加坡团队回答 您提的病症有卵巢早衰 平经 潮热 倒汗 失眠 暴瘦 鼻腔干燥 打喷嚏 流清涕 症状与异常 是疾病以衰老之具体表证 经营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治疗原则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因解除症状 以上都是疾病之症 体伤或属踏处或属患处 您有运动 体力应该还好 情况属轻重症 轻重症表示热能不足还未严重 应以暗推症状向对应之原始痛点为主 热源温负原始点为辅 您可先暗推头部及一条脊椎原始点 找压痛点 暗推压痛点可以缓解您的不适感 其方法即是诊断 也是治疗 若暗推无法立即改善 应以暗推患处痛点为主 热源温肤患处为辅 如此 才能达到解除塌处或患处体伤所值症状的目的 热源的补充如可直达患处体伤 能使疾病得以快速疗愈 您可运用姜冠肠 加强温暖腹部器官 也可用姜粉喷鼻 温暖鼻腔 日常生活中 也要配合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如此 就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从而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您可以观看张医师线上课程学习 请参考妇产类别案例的调理方法 请老师补充说明 其实重点都已经新加坡团队都有回答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补充 这个都很常见的症状 如果照刚刚团队回答的这样去做 应该都可以解决他的症状 好 我就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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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